第五百九十一集 周延走到夜晨的身边 扬了扬手中的身份令牌解释道 这东西很关键 散修进入血灵秘境 完全要靠此物 只可惜不能带小兄弟进入了 以后多修炼一番 希望还能有机会相见 周延完全是一副过来人的姿态 在他眼里他同情夜晨 更多的是内心自然流露的傲气 这是苍穹榜的身份令牌给他的 在他这个年龄 跨入八百五十名之前 足以惊艳 夜晨自始至终没有说话 他倒是不想过多尝试 毕竟这身份令牌上 显露的是真实名字 到时候暴露必然危险 他已经感受到了周围 有些强者气息涌动 那些强者一直注意着这里的情况 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出手 秋林看了一眼夜晨 冷哼一声 小子滚开 别挡到 随后 他的手也是按在了手印之上 光滑流转 一行文字显露 苍穹榜八百二十五 散修 秋林 身份令牌生成 秋林对着夜晨扬了扬 戏学道 小子 这是你永远不可高攀的梦想 明白吗 估计等你有资格进入血灵秘境 那也该是百年之后了吧 哈哈哈哈 夜晨根本不打算理会这种人 伸了伸手 本想缩回 却是听到轮回墓地 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按下去 不会暴露身份 如此简单 来自血漆液 这几天夜晨已经发现 血漆液似乎对 血灵秘境极其的在乎 任何关乎血灵秘境的存在 都会插一手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血漆液不可能害自己 他还是伸出了手 按在石碑之上 这一幕倒是让周延和秋林等人 注意到了 疑惑 冷笑 在他们看来 夜晨的实力 没有资格启动这石碑 更不可能得到身份令牌 若是没有进入 苍穹榜上的人触碰 石碑就会反噬啊 周延这才反应过来 脸盲提醒夜晨 却是为时已晚 丘林嘴角冷笑连连 小鳖三就是小鳖三 如此找死的行为竟然也敢做 信不信你会死得很惨 这可是苍穹 话还没说完 一道刺眼的光芒竟然在石碑中闪烁 光芒耀眼的甚至让许多人睁不开眼 丘林和周延感觉到不对劲 毕竟光芒便是排名的象征 难道 两人连忙看向石碑 哪怕极其刺眼 光芒收敛 一切恢复平静 几个金色的文字悬浮而出 苍穹榜 727 散修 夜是天 这一刻整个世界疏忽安静下来 丘林那冷笑的表情仿佛被凝固 甚至瞳孔之中覆盖了一层惊孔 727 遥不可及的数字 苍穹榜可是整个昆仑须强者的排名 含金量极其之高 一个名次的差距可能就是天欠 更不用说相差足足一百多名了 这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 那被他一直嘲讽的面具青年 竟然就是昆仑须杀人不眨眼的夜是天 夜是天竟然也来血淋秘境了 一想到刚才自己的态度 丘林便是感觉到背后覆盖着一层冰冷的寒意 这是来自地狱的寒意 固然夜晨没有转身 他也是能感受到一双冰冷的眼睛 好像正盯着他 他的双腿打颤 他想要说话 却是感觉一双虚空的手扼住了他的咽喉 这是夜是天这三个字的力量 足以成为众人的梦魇 更不用说他丘林了 此刻不光丘林被夜晨震住了 就连准备离身的周延身躯也是僵硬 他从一开始帮夜晨 就是以强者对待弱者的态度 现在眨眼之间 这个所谓的弱者居然成为了遥不可及的存在 他无数次听说过夜是天这三个字所蕴含的含义 甚至前几天 苍穹榜的异变更是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谁也想不到夜是天这个名字 竟然从最末尾跨越到了727这个数字 足以逆天 而眼前这个逆天之人就在他面前 周围的一切都疏忽变得安静了起来 无数道目光几乎锁定了夜晨 就连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强者也是注意到了夜晨 他们妄图看透夜晨的一切 却发现到头来没有任何资格 这不禁让他们想起一句话 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视你 现在他们就是这种感觉 此刻的夜晨有些恍惚 他看着手中的身份令牌有些疑惑 如果他没记错 自己的名次明明是900来名 怎么突然直接跨越到700了 还有 为什么会是夜市天这三个字 难道苍穹榜上还有两个名字 自己一人占两个 这到底是什么鬼 还没等夜晨反应 他便是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扑通之声 身子一转 便是发现刚才盛气凌人的丘林 已经跪在了他的身前 夜先生 是我有眼不知泰山 还请夜先生饶我一条小命 如果我知道面具下是您 万万不敢出手啊 我愿意掌嘴摆下 以求得先生的原谅 随后便是传了一道道啪啪之声 这是丘林最后的求生欲 夜市天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 任何事情都是用沙来解决 刚才的安静便是暴风雨的前夕 哪怕付出一切代价 他都要平息着风暴 毕竟小命最要紧 夜晨的眼神始终淡漠 对于这种跳梁小丑 他丝毫没有动手的欲望 但是不代表夜晨不追究 他扫了一眼丘林淡淡道 断掉一只手 今后不要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我便不杀你 丘林一正 想要反驳 却发现根本不知道说些什么 若是这煞神亲自动手 就不是断掉一只手臂那么简单了 他犹豫了几秒 手中的折扇对着手臂轻轻一划 瞬间鲜血宛如喷泉 一只手臂直接断裂 啊 他忍不住惊呼出声 然后站起身 深深地看了一眼 戴着面具的夜晨 抓起断裂的手臂 向着外面急匆匆地走去 数秒之后 周延也是走了上来 拱手道 夜先生 刚才是周延唐突了 就算我不出手 恐怕夜先生也能应付 夜晨对周延印象不算差 最重要的是 周延了解血灵秘境 至少可以从对方手上 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眼下他的身份是夜市天 那寒道山想要拦截自己 也不可能 所以他可以放心进入 周延似乎察觉到了夜晨 心中有些疑惑 便双朗道 夜先生 您估计是第一次来寒家之地 对许多事情都不熟悉 放心 我周延可不是第一次参加血灵秘境 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是极其熟悉 说我是此地的活地图也不为过 要不 夜先生 我们一起组队前往可好 任何事情都听你吩咐 周延知道夜市天的可怕 如果能将自己和面前的神秘青年捆绑 他至少有八成几率从里面活着出来 夜晨想了一下问道 周延 血灵秘境何时才能踏入 周延万万没想到 面前的青年竟然连这种小事也不知道 他只能解释道 夜先生 因为昨天寒道山和一位叫夜晨的小子犯了矛盾 秘境开启的时间有变 明日便是血灵秘境开启之时 只不过我们这些散修不能走正门 血灵秘境难免有一个小入口 入口有些风险这是我们散修踏入秘境的唯一途径 竟然是这样 夜晨眉头一皱好奇道 那些大宗门的弟子呢 夜先生有所不知 大宗门的弟子和势力都有专门的进入通道 和我们的待遇截然不同 他们进入秘境传送的区域是血灵秘境的中心 而我们则必须想方设法杀入到中心去 我说的风险便是我们要进入血灵秘境的凶兽区域 夜先生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平 有些东西我们生来没有 以后享有就很难了 这么多年 我拼命修炼 就是想跨越和那些宗门天才之间的距离 我踏入苍穹榜 本以为缩小了不少 但是现在看来 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血灵秘境 是我等普通人唯一翻身的机会 夜晨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拍了拍周延的肩膀 那我先走了 明天入口开启的时候再见吧 周延激动道 是 夜先生 明天早上八点 我们在这里不见不散 看来夜视天对自己的印象不错 自己得好好抓住这个机会 夜晨离开寒家之地 摘掉了身上的一切束缚 准备去寻找元老和几邻 却发现身后有着两道气息掠来 他脚步停下 刚想动手 却是发现这两道身影是夜灵天和莫宁 今天的莫宁戴着面纱 一身白衣长裙倒是飘飘欲先 夜晨 总算找到你了 我可是好不容易摆脱了莫家长老 哦 还有 你这个小弟倒是有趣 知道你出生后 直接和我父亲吵了一架 如果不是念在旧行 你这小弟可能早就没命了 莫宁说完 夜灵天便是一步跨出 丹西跪下 属下无能 让店主受惊了 若是再让我碰见那些家伙 就算神魂俱灭 也要将那些侮辱店主的人 脱下黄泉 夜晨笑了笑 一只手扶起夜灵天 无碍 有些东西还是要还回来的 一切等明日血灵秘境开启之后 见分晓 听到这句话 莫宁诧异了几分道 夜晨 你发什么神经 你也去血灵秘境 你可知道你现在的处境 要杀你的人 可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那长度都能够为寒家之第一圈了 哪有 你可知道我 没关系 这个月 没关系 这是第一圈